没想到本王戎马一生竟死在你豫章王的手里 本王想死的明白些 亲家 你是如何知道桓公是我的内应的 桓公 爱属下在我军的水源处投毒 被发现了 你早就怀疑桓公了 昨天故意接他之口 让我相信你真的是小突围 用错人了 桓公王 你以为桓公是丞相派人 我们大王就得信他 那你的援兵从何而来 世人皆以为这鬼悟谷是一处死地 其实我知道 这谷中有路通向谷外 突袭彭子 包抄你后路 都是我的宁朔君 我没有原君 好一个宁朔君 竟然能让本王惨败两次 战神之名 果然名不虚传 不过你赢了我 也未必能救得了京城之患 想吧 见您了 想 不必了吧 我与他 不忠戴天 我与他 不忠戴天 你身边有余生不思量 不忠戴天 难说一往 你身边有余生不思量 听难手被听着 豫章王大胜天宁王叛军 先搬身回城 走开城门 不是说要来也是简明王王吗 怎么会是豫章王 我哪知道 快 快去报告将军 是 走开城门 拿盔甲 上方有令 天宁王入关放行 豫章王不放 是 死去隐间雪落凝盘说 你再好好想想 那简明王几十万大军 都没抵挡得住 就你这些老朵病残的兵 能抵挡得住他 你这不是什么 拿着鸡蛋找石头 你说得对呀 豫章王乃天下的战神 连简明王都不是对手 林梁关这点兵马 怎么能挡得住他呀 半个时辰 若不开门更成 将军 开城门 身上策马平天下 四方诀别却会难 一生雨剂雨剂淚也一煞啊 骑完 于云古灵裸点 好 不是说有几十万兵马 怎么就这许人也 算不当了